再一个十年 再一个十年 你我青春 我从60周年之后 最后那首曲是《相约观众》 70周年万会再见 谁知眨眼即是70周年 可以说我是精彩人生路 粤语上升泰斗黄俊英 将北方上升移植到南越大地 被誉为让上升艺术北岸南非的第一人 她的演出《长长爆满》 是万千观众心目中的杨诚笑声 她的艺术形象深入闻心 她的作品《繪迟人口》 70年艺术人生 她从广州走向南越大地 走向华人世界 一路走来 她托方 实践 深耕 传承 今生无悔 岭南少将英俊王 让我们翻开这本厚重 而有精彩的历史宝典 一起回到黄俊英 感受这位粤语上升大师不一样的艺术人生 天生不一样的艺术人生 举手投足 功架不凡 原来王俊英在从艺初期 曾经有过六年的粤剧学艺经历 对他后来的空艺表演 有着巨大的影响 梦起红船 一切从他小小在西关看大戏开始 我入行的时候真的很苦 因为家境不好 再加上爸爸妈妈又喜欢看乐剧 很多时候都会带我去看大戏 我当时也不懂乐剧 是叫做看大戏 看戏要钱 后来我都不用爸爸妈妈带 去到戏院门口 我跟着大人轻轻拔着三角 我看到大戏关闪了 戏院都关闪了 才回到家 如何叩头 没有拜师 后来开心 跟着监哥 跟着监哥 就复视了几年 就会很害怕 浸泡底水 潑线 洗水衣 还有一个教学方法 是在森林车里教 因为散了牆之后 我要陪师傅坐森林车 回到家 我才下路 我回戏院 他这样教我 陪仔 未学戏才学做人 你进来都跟着我 就不要当我是师傅 这里全团 这么多人 百多人 都是你老师 都是你师傅 你用心地学习 听话 听教些 人家才会教你 一教你 就把钱放入你的袋 告诉我 结果也是 进去之后 我就好听话 我一无份 我就不会在后台 去玩 下棋 打屁 我不会这样 我一无份 就站在台口 偷尸 以前的二步针 沙发弹筒 和第二问号生 拍档演一场 那些都不是这样 你的腔不是这么赖 就问王俊英 问王俊英 黄天不负有心人 在粤剧大老官 罗品超的悉心指点下 王俊英在珠江粤剧团 黑虎用功 付出给旁人更多的努力 终于争取到宝贵的演出机会 四个手下四个唐弹 我的矮肯定是唐弹 这八个手下唐弹 每一个去参加青年会演 这是我和陈文玉 陈卓盈的女儿 我和她演十八双手 她当时跟着姐姐 跟着朗文玉 我演杉山伯 拿到一顿奖 听说你还开过花蜜 那时可能剧团领导 觉得这个年轻有做就自财 居然让我演一套日常戏 叫做李元霸开金面 哇 这个年轻的手下 都这么浅艺灵 这么浅艺灵 这么浅艺灵 这么够胆 让我演这个戏丹 结果演了 都受很平的多 还有一次就是 演王菲虎饭管的小子 叫做王天雀 其他的手下没有的 那六年时间 在艺术方面 是比较打下 比较深厚的基础 所以后来我们演那个 叫做关公大战方世玉 那个上升要 一个人演两个角色 演完关公 你又要 方世玉出场 你又要 如果你没有这些功底 你演不到这些角色 或者你演到也好 都没有这么精彩 在剧团六年时间里面 王俊英好像海绵般 吸收着粤剧艺术的养分 无论是唱、念、造、打 或是音乐螺谷 他都愿意花时间 向前辈虚心请教 令他练奏了一身技艺 我一得鞋 我就捐上来谷棚 看人家帐版 我就喜欢激乐 所以我一得鞋 我就上去 上去学到这些 春香转爱歌 那个 打的朝鲜鼓 就特意派我去 华南哥舞团 去学那个朝鲜鼓 学完回来 就是 鑑哥演春香转的时候 唱到爱歌 我就在 后面打的鼓 是我打的 后来到了民间乐团 就可以施展我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艺术才华 又打洋琴 又三演 又自弹唱 又 又 掌板 又落叉 他诗都未在广东音乐团 去到民间乐团上 我已经有机会 和马思僧和红线女掌板 我们在新河演出 马思僧和红线女之后 又去到那里唱首歌 乐队没有掌板 我们空艺团 只有一个掌板 没有人 就派了我去 那你就幸运了 去澳洲演出 在色尼歌剧院里 演出前要唱歌 很有代表性 五架头 只有四个音乐 其中有一个是我 五个 就很幸运了 王俊英总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但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台下究竟付出了多少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我 就很幸运了 我